你那么有信心战胜二先生 是 我享受和他交手的每一个时刻 青霞之战第二日 天启阴晦 似要落雨 青霞出口处 蓬布大镇下 锅里小米粥的香味很浓郁 众人赞美了一番 桑桑当年在后山腌好的咸菜 开始低头胡啦啦喝粥 其实姐昨夜没有睡好 她揉了揉有些发色的眼睛 对二师兄说道 小心些 今日粥宝神满 愿诸事皆宜 二师兄穿好铠甲 举起宽直的铁剑 指向密密麻麻的西陵联军 重甲骑兵对军末无效 所以今天西陵联军出动 大批联军的修行者出战 无数修行者和联军强者 涌过原野 像海浪一般攻击青霞 拍向那个沉默 站在青霞前的男人 无论前面的同伴倒下多少 后面的人依然在继续 这便是前赴后继 无数飞剑灵力的破空而至 只是后者依然无法前进一步 数十只手臂伴着鲜血 飞向天空 数十具尸体被震向远方 而那些飞剑很快 在那个男人的手中 变成了沸铜烂铁 昨日青霞前的原野上 插着数万只羽剑 那是一片剑林 今日取代他们位置的 是一百多把 深深插在原野间的飞剑 那是一片剑林 更像是一片剑种 二师兄站在剑种之前 监或挥动铁剑 他始终站在最开始的地方 一步未动 他的双眉依然平裂 哪怕一瞬间都没有挑起 他正如天神一般 始终站在最开始的地方 他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泪 从清晨杀到正午 君末一步未动 即便是要杀到日暮 他仿佛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越是如此 西陵联军的修行者心中 越胆寒 一服当官 万夫莫开 清霞之前 剑气纵横 远野南方的西陵神殿联军营中 一片死寂 天狱大神官放下慢杀 慢声说道 我这一生 从未见过这般杀人的 当年柯先生入魔宗 大概便是这等气势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突然眼外响起一声惊呼 一名红衣神官高兴的 跑到神殿盘说道 君末换手了 他将铁剑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君末只把铁剑换到了左手 便让对方兴奋成如此模样 可以想象 他给西陵联军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又过了一会儿 宋国崔道任的飞剑刺中了对方 这是大战至今第一次有人能用剑刺中书院二先生 叶红衣听到这个消息后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看来已经差不多了 青霞远野间 君末又杀死了一名清禾郡知命境界的崔道人 他今天已经杀死了很多修行者 他举起手中的铁剑 望向南方的修行者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远野间的修行者们 却似乎都听到了他在问 还有谁 修行者的目光 全部被那柄如同有魔力的铁剑所吸引 那柄铁剑很寻常无奇 剑身宽脂 暗淡无光 看上去甚至有些可笑 然而看着这把铁剑 所有人只想哭